香港12岁到17岁青少年已经开始接种BNT疫苗 按港府安排得打两剂 但近来港大研究指出 心肌炎和心胞膜炎已经确认是BNT其中一个副作用 而且大部分发生在青少年 所以专家提出只要打一剂的建议 香港研究数据显示 32名男性和5名女性青少年接种BNT后 出现心肌炎或心胞膜炎 其中30人是打第二针后发生 平均年龄15岁 他们得住院5到6天才能出院 之后3到6个月不能剧烈运动 如果可行的情况 我们不排除暂时已经预约了 除了少打一针 香港专家也提出施打的部位 可以改成大腿肌肉 这样也能降低副作用风险 台湾青少年也即将开打BNT 该打两剂或一剂 有医师认为 还得靠专家们综合评估 疫情严重程度 以及疫苗数量 TVBS新闻综合不到 请大家订阅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